那次重大的这个会议当中 当时的他认为私改的方向 比较是法务部需要改 但是呢我想你可以看到 现在所有社会大众认为私改很重要的部分 反而是司法院 在司法院这直接的体系之下 所以呢现在有很多人认为 私改啊 只要把法官法通过就可以了 但是呢 实际上现在这部法官法 已经不足以因应社会的期待 跟社会的要求 回应社会的一个期待 所以呢当然我们也看到 我们现在新的赖院长 也有这个像官审制啊 希望能赢回这个人民的信心 但怎么样具体来做啊 我想这个是人民这个非常关心的啊 所以因为有人说现在这个法官法啊 有人说这个看起来啊 看这个内容啊 有点像是法官福利法啊 那我觉得那对这部分呢 我也希望在我们整个审议的过程里面啊 我们能够一起来关心啊 那要么的话过了 但很多问题还是不能解决 所以我也这个有很多 我们立委共同提出了一个 呃 法官及检察官职务监督法 因为我们也知道 律师公会提一个这个评鉴法 哦 那但是呢 到底怎么样 我觉得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共同讨论 那呃 当然很重要 就途法不足以置行 那我们也知道 就像今天我们 这个刚才邱毅所提到的 一个人神共愤的案子啊 那呃 但是呢 竟然从无期徒刑可以变成12年啊 然后就出来了 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因素啊 一方面就说 为什么跟武 然后他就会出来 所以这个尤其最近有些案子 让所有的民众对于整个司法 现在的冲击可以说最大 以前大家都认为法官是神圣不可侵犯 到了司法这个这个阶段啊 我们完全都是不过问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进入司法体系了 我们尊重司法独立 我觉得这个一直是大家共有的观念 当我们突然发现啊 法官也会不公正 法官也会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真的 这个人民的信心 在这个时候是非常的关键 非常的关键 所以对于这部分 我觉得我们可能 虽然只是一个个案 我们虽然提了啊 但是呢 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实际去了解 有多少这样的情况啊 那有的是被爆出来 有没有没有被爆出来 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呢 我觉得对于这样一个部分啊 真的是 呃 因为无期徒刑变成12年 而且他现在28岁 而且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这个人当时作案的时候 他只有16岁 只有16岁 那所以呢 我觉得啊 因为我最近啊 除了这个案子之外 有一个部分 这个我也希望 这个秘书长啊 能够一起来关心啊 那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呃 我觉得就说 我们原来啊 呃 这个法院里面有说啊 恶意补充年龄 啊 所以呢 对于这个 没有成年的这些孩子 我们都有少年事件处理法 啊 那所以呢 来这个保护照顾他们 但是呢 我觉得现在这些未成年的犯罪啊 他这种聪明能力 有时候呢 真的是比成人还更坏 啊 还有呢 我觉得这个呃 我们有没有这个理由 用这个呃 未成年的理由 来让他受到法律的一个保护 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这个廖国豪这个事情 啊 那你想 他才几岁 18岁以下啊 所以他判30年 那但是你看他 面无悔意啊 而且这么冷血 完全超过他的一个心智年龄 啊 那所以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个部分啊 我觉得我们未来啊 呃 是不是也可能要做一些考量 啊 在这个社会大 大幅度变动的这个环境里面 因为我觉得啊 他们现在啊 基本上啊 实在是资讯太发达了 而且这个呃 我觉得这个生理也非常的找熟啊 啊 那我觉得这种资讯的泛滥 然后造成他们有一些 本来不应该可能发生的一些这些行为 但是呢 他都已经发生了 而且是相当的令人啊 这个呃 简直就是令人发指啊 那我想实际上呢 呃 可能你也知道有一个 呃 这个案子啊 就是呃 在屏东 有一个 两个男童 啊 他们 这个 这个 呃 奸杀了 共同奸杀一个女孩子 他们把这个女孩子 骗到一个 呃 空的 这个废弃的一个火锅店 然后用那个破的这个呃 这个日光灯去恐吓他 到厕所 然后一个人在外面把风 一个人进去家 然后再轮奸他 然后再把他杀害 啊 但是呢 我们也知道他还回来 拿到家里面还拿了高粮酒去灌他 然后去 这样子 那这种 他所有都会了 他也会骗术 也也会威胁 也知道方法 也用了手段 那我觉得 这种还叫畏惧有行为能力吗 啊 所以我觉得啊 这个恶意补充年龄 这样的一个概念啊 我觉得是不是 也应该做一个重新的思考 嗯 我们呃 尊重立法委 立法院 立立委的职权啊 看法律应该怎么修正啊 比较能够符合现在当前的 这样的法律的变迁之下 小孩子 人的成熟度 还还比较早熟啊 社会资讯的发达 让他呢 呃 有些犯案 很小的年纪就犯案 非常的发指 那是不是有像彩刑 这样的一个必要呢 我们是尊重立法 呃 委员的执行 毕竟 法院呢 是 适用法律嘛 呃 委员 立法院如何的 呃 修正的法律 呃 我们就是如何的来适用 是 秘书长 您认为 是不是您看到现在这样一个社会现象 您认为 的确也是应该让我们可以来探讨 或一起来讨论 是否应该去这个面对这样一个社会变迁 是不是应该去做一个探讨了 是 是可以朝这样来考虑 好 谢谢 那我想这个还有呢 因为我们对于这个性侵害犯罪人啊 我们原来对于他的强制诊疗啊 以前我们是假释的时候 我们原来刑法七七条 我们是这个一定要强制诊疗才能够提出假释了啊 那现阶段呢 我们现在其实是呃 行前 行中 行后 啊 我们都有 还有处于计划 但是呢 我们现在是得啊 不是因 啊 但得呢 因为就是要大家看他要不要 这个呢 就变成就像我们这个法官法 如果我们自己来内部评见 那这个大家压力都很大 那性侵害 但这里两个有点不一样了啊 我们不能把它拿这样来比较 但我想回到性侵害犯罪来讲 我觉得因为这些所有能够去评见的人 压力都非常的大 啊 非常大 我记得那时候我修刑法七七条的时候 让这些性侵害加害人啊 都没有办法假释 让他们 因为那时候 这个这个一半就出来了啊 那三分之一就可以提出假释了 但因为我们都让他不能出来 那时候我也是接到一大堆恐吓性啊 所以我也知道 这些所有要评见 他要不要继续接受诊疗的这些人啊 是压力非常大的 如果我我原来是觉得 其实德也是可以 为什么呢 德就是我们凭借就去治疗嘛 我们是用治疗的概念 不需要就不要 但是呢 这个要跟不要变成很大的压力 啊 因为这所有的这个成员啊 都要负担这样的一个责任 所以呢 就变成最严重的材料 但是我觉得很多的人 基本上 他都不是一个单一的案件 像恋童癖 他根本就是要多少个案子 平均都要几十个案子才会被发现 所以呢 他基本上当然是需要 即使是你你服完了行则 你还是需要继续治疗的 所以我觉得啊 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啊 是改成因 让他 就是说你反正要应该 但是多久再来衡量 那我觉得那只是多少的问题 但是你可以要 也可以不要 我觉得压力 真的 我知道这个这个所有这些委员啊 压力太大了 所以我想对这部分啊 不小秘书长的看法怎么样 这也是看立法院如何来修正法律了 一般鉴定的 就是有没有强制治疗 法院在裁定有没有强制治疗 是要 也会经过一个鉴定的一个程序 鉴定他有没有再犯可能性的高或低 会依照这个 那鉴定机关可能有相当大的压力 不过这个这个是我们不了解的地方了 那看委员的这样的一个理想呢 那是是可以提出来大家共同来讨论的 好谢谢秘书长 那再呃 呃还有一点呢 我想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司法改革啊 那我刚也提到 不管是这个呃这个法官法或呃 法官及检察官这个职务监督法 或者是这个法官及检察官这个评件法等等啊 那除了这些之外 我记得我在这里那时候也一再的提出来 我觉得整个的法院的体制啊 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一审二审都是事实审 其实呢他是有一些重叠 而且大部分都刚考上刚这个司法官训练所出来 就到一审 那我觉得这个他对很多的事物都并不是这么熟悉啊 然后就要让他来判决 我觉得也是对他相当的为难 我们希望有资深优秀的法官能到一审来 而且呢这样呢才能把二审变成法律审 我觉得这样子可以减审我们很多的司法的资源 那我想对这部分 因为我也知道 就是说有的法官三审到一审 年次还不能连续计算 所以当然资深优秀有理想的人 也不敢到一审来啊 他愿意 但是呢这个东西他也不能跟自己的前途 还有这个这个未来啊开玩笑 那所以我觉得对这部分 是不是在司改的部分 司改的时候可以一并来做考量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才能够避免真正的司法资源的浪费 因为这都是国家的精英 因为几乎每一个法官都相当于政务官的对待 跟我们这个社会的期许 所以我想对这部分啊 是不是能够做一个 也能够在这个司改的这个过程里面啊 也能够放进去做一个认真的讨论 委员您提到这个问题 我非常的高兴啊 因为资深的二审 或是甚至三审的法官 如果愿意到一审来 呃 带这些年轻的法官 协助他们 如何教导他们如何来认定事实 以他们的经验传承来告诉他们 这是非常理想 这是也是我们建构 兼十的第一审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 但是因为年次的不能计算 您刚才说的例子 我本人就是这样 我从三审到一审去的话是年次是中断的 那如果能够年次并计的话 那对于鼓励自身的二审三审法官下一审 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委员提出这样的一个 我相信我们的幕僚单位 会非常的 把它列为我们重要的 一个司改的一个重要的一环 谢谢您的资料 我们谢谢秘书长 我们也希望这样整个体制的改变 最优秀都在一审 让我们整个人民看到的 一审就能够让大家最快最有效力的 让大家感受到法律 真正给人民的公平正义 好不好 谢谢 谢谢